廷宗佳達姻們 廷宗佳達姻們,早晨 我想請問我們當中有沒有 第一次回來元朗堂聚會的新來賓呢 有嗎 有,前面也有 後面也有 給你們掌聲 我們都在這裡歡迎 除了禮堂的廷宗佳達姻們 还有我们在库堂都有些弟兄姐妹 在这里崇拜和我们再会 给她一些掌声 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也有很多新来宾在网上听着 希望能够可以 在网下 在实体会看到大家 来参与我们一起崇拜 今天的经文 是诗篇116篇 举起救人杯 这篇的讯息是很想很想 很久之前也很想跟大家去分享 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感恩 我们一起得着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在我们一心去寻求你的时候 我们呼求你 顺下你就听我们的祷告 好像私人所说 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 清扬你的名 主求你来到 带领我们每一个的会众 当我们去寻求你的时候 我们都是按着你的应许 去寻得着 因为你说尋找的就尋见 扣门的你就为我们开门 祈祷奉耶稣名求 我们一起宣读今天的经文 在诗篇116篇1至19节 预备起 我爱耶和华 因他听了我的声音 和我恳求 他既向我侧义 我一生要尋求他 死亡的成熟 纏扰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仇苦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啊 求你救我的 耶和华有恩惠 有公义 我们的神 以怜悯为坏 耶和华保护愚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他救了我 我心啊 你要盈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 你落名要死亡 救我的眼泪 救我的脚 免了跌倒 我的要在耶和华 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恩信 所以是是说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我曾急速地说 人都是说方的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清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耶和华啊 我真是你的伯人 我是你的伯人 是你的婢女的儿子 你已经解开我的榜索 我要以感谢为祭 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众民面前 在耶和华殿院内 在耶路撒冷当中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你们要赐美耶和华 这一篇的诗篇 是一篇赐美神 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感恩诗 一般学者都相信 这一篇的诗 作者就是 犹大王希西家的感恩诗歌 这一篇的经文 可以大约分为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一生爱耶和华 因为神听他的祈祷 第二个重点 就是要求他脱离死亡的厄 这是一个拯救之恩 第三个重点 就是要举起救恩的杯 这是报恩之情 他可以怎样去还 就是报答神的恩惠 第四就是献上感恩的祭 还原之宜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篇的诗篇 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记载在烈王记下的十九和二十章 就讲述到当时的亚述大军 攻打耶路撒冷 希西家他就进入圣殿去恳求神 他去祈祷 要我说 最后就猜遣 这个使者降下瘟疫 一夜之间 亚述军队的十八万五千人 就死了 没多久 第二场的一个 他面对人生的逆境 就是他病重了 病到要死 神就听他在病塔里面的 哭号和祷告 神也听了希西家这个祷告 然后就给他可以得到医治 并且延长了他十五年的寿命 所以希西家他就说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来到去去感谢神 给他的一切的恩惠 弟兄姊妹 不知道在你人生里面 有没有一些 神给你的黑骨铭心的经历 很大又难 你没办法可以抵挡的一些经历 的时候 你是在默默承受 默默埋怨 默默问为什么 还是你会去祷告呢 你去呼求神呢 然后你是去感受到 上帝就是一个 听祷告的神 很想大家在这一篇的 诗篇里面 我们一起去进入 希西家王 他的历史的场景 然后一起来去想一下 如果你是希西家王的时候 你会是怎样去面对的呢 在经文的第一节 至第二节都要这么说 请大家一起读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 和我的恳求 他既向我责义 我一生要尋求他 我要求告他 詩人说 我要一生爱耶和华 因为神听他的祈祷 这个是不是你的经历呢 信徒每一个星期 都习惯的回来教会 你就是听道 听道又听道 回来团契 查经又查经 对神的话语 应该都不是很陌生 如果你是恒常 回来听道又听道 回来元朗堂 查经又查经 不经不觉四年 上帝的道 已经 根 都说 那个桩已经是插了 以及打稳了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但是 环境是会如何呢 环境是不会 对信徒 是特别迁就的 不会因为你是信徒 所以这个环境 对我们是特别仁慈的 无论是信主 还是不信主 你同样都是面对 很多人生的逆境 但是态度就不一样了 欺世家王他不单止是面对着 一个割破家亡 有亚述大军压境的 这种很可怕的场景 他同样也面对着他人生里面 一个重病 以至在第3至第8节 他说他是经历一个死亡的压 而上帝是被他有拯救之音 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呢 在私人的笔下里面 描绘得淋漓尽致 他形容到 死亡的承索纏扰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就受苦 所谓痛就苦 这个是人知什么 常情 如果你被戒伤的手 或者你是跌倒 咬柴等等 这些受伤的时候 你会觉得痛楚 这个是人心里面 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但是当你有这种痛楚 有这种感受 有这种恐惧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去面对呢 仍然是面对 因为困难不会一秒之间 不会刹那之间过去的 是需要时间 就算你戒伤这么简单 伤口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去迈口 如果你烫伤就更加了 有一次我不小心 原来家里的烫豆是还没生 我一手捉住烫豆 捉住烫豆的底 一手捉住 碰了不知多少秒 很短暂的几秒 然后我有两只手指就好像熟了 整夜它都是好像轰轰烈烈 五雷轰顶那样痛 当时我就将那两只手指 就插进去一些冰敷的东西 有一些奴会的 整个奴会就插进去 就插进一只手在那里 就走去博外医院 急症等 等了六个小时 都没人理解我 好像你这个五雷轰顶的痛楚 都是不是甚么 又不见血 又不是暈倒 但是那一早 其实我要去参加 恩爱夫妇的level two 所以我请了半天假 最后都进去 进去的时候 两只手指都包住 腫了 虽然是养衰 我有祈祈祷 我有祈祷上帝去救我 我没有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笨 好像熟了的手 最后手是肿了很久 神说 我祈祷的神 你让我的细胞生长 你的手真的熟了 当时那种痛楚 给我有一种 很肯定的答案 就是我的手还没熟 很痛 痛到五雷军顶 是24小时 都不会停止的痛 有痛 就是说 还有神经线 所以 这个痛 都是捱得过的 经过几天之后 我的手就越来越 OK了 现在的手就没事了 很正常的 没有麻痹到 痛 都是人生里面的经历 我们可以祈祷 诗人 他说 神有恩惠 有公义 我们的神 是以怜悯为坏 以怜悯为坏 神有怜悯的心肠 他知道人的悲苦 当人面对着 很大的逆境的时候 无能为力的时候 他那种的 彷徨无助 诗人又说 耶和华是保护愚人 我落到一个卑微的地步 他就救我 诗人是贵为一国之君 当时他都自称为 他是一个愚人 就是一个蠢的人 也可以做一个单纯的人 当一个人 仍以承认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 他就会怎样 他会懂得去求助 一个单纯的孩子 他很相信他的父母 他的长辈 他呼求的时候 他们会出手 王的心 和上帝是相连 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 他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他就救我了 我的心 我的心 你要盈贵安乐 可以安心 安心 因为耶和华以厚恩代理 他呼吁 他的民众 你们都要安心 因为耶和华以厚恩代理 他的经历 去转化 成为别人的经历 去鼓励 他的百姓 都一起来到 去敬畏神 主啊 你救我的命 免了死亡 救我的眼 免了流泪 救我的脚 免了跌倒 这三句的排比 都是要告诉我们 神就是这样 去托着我们的人生 无论遭遇什么患难 无论遭遇什么困难 神都仍然在 我们生命里面 掌权作王 当日他面对 西拿基立的大军压境 大敌当前全国都处于一个极度的危险 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其实他们细孤力弱 只有两个支派的犹大国 怎样可以跟十八万五千的大军来匹敌呢 当一个国军被俘虏 他打败的时候 被俘虏的时候 一个皇帝他的遭遇是有多么陷阔 多么羞辱 多么可怜呢 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 他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境况呢 其实他真的很旁黄 但是神是联吻他 他就将西拿基立那些 去侮辱以色列人 武叔耶和华的说话 那个书卷 都去到圣殿 展开在神的面前 然后他祷告 希西加的回应 面对逆境的回应 他就是祷告 他向神这样说 做在基路伯的上帝 以色列的神 你是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雅求你争以听 耶和华雅求你争眼汗 要听西拿基立 打发事者来侮辱 欲卖永生神的说话 耶和华雅 阿朔的诸王果然真是 使得列国变为方良 将列国的神都涌在火上 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神 是人手所做 是木头 是石头 所以他们被毁灭 但耶和华神 我们的神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 阿朔王的手 使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这个祷告厉不厉害 够不够信心 那些国家之所以被殲灭 因为他们的神 不能够保护他 那些神只不过是木头石头 但是我们所信的神 是万军的耶和华神 是独一的真神 求你让万国都知道 你就是独一的神 我们面对生命不同的逆境 长境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份的呼求和信心 让人都要知道 我们这个神 在现在都仍然是掌权作王 仍然是施行 他自己奇妙的工作 他的手 他的傍庇 是没有缩短度 他不是停留在古代 不是停留在旧药 不是停留在圣经的世界 他是在我们的当中 是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那位的神 他会听你的祈祷 你有没有这份信心 结果耶和华就出手了 所以 论到耶和华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者成 神透过以赛亚去宣告 西拿基立一定不可以来到这个城 他的箭不可以射到这里 不得拿盾牌前来这里的城 也都不能够来到这里 去捉宝女来攻城 他由哪一条路来 就和哪一条路回到他的家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博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者成 这个就是神对 弃世家的讨告的回应 当耶和华派遣使者 在亚述的营里面 杀死了十八万五千的大军 清早起来一看 全部都是尸体 尸还遍野 阿朔王 西拿基立立即拔营 就回家 回去的老家 利利美盛 有一天 他上到神庙去叩拜的时候 他的儿子 就用刀杀了他 他的儿子就接触他做王 犹太 犹大国的灭国的厄困 就化解了 元朗堂在开堂的时候 要面对的第一个逆境是什么呢 堂子就已经有了 开堂的半年都很顺利 但是半年之后 就面对着一场火红红的社会运动 在七月的时候 元朗就发生了一个元朗事件 令到所有人都很不安 当时 2019年 7月28日 就是我同学牧师 要带领 元朗堂的鼎姊妹 和活爱鼎姊妹 要向太北出发 去短宣 整个教会的教育同工 三个 走了两个 剩下的就是 陈师母 在守着大叛应 我们是 那来的勇气 那来的信心 就是透过祷告 我们很相信 上帝 是会看顾元朗堂 和看顾你 每一个愿意来 前来 崇拜的鼎姊妹 都是平安的 因为上帝会看顾 她自己的疑虑 11月9日 在8日那晚 元朗 也有很多的汽油弹 很多的唱声 很多爆炸的声音 那晚 都是打得光光烈烈 第二天 大叛姐妹打电话来 问我 何师母今晚的聚会是否取笑 我说不会 因为她今晚开完派对 她们已经会累 今晚她们会休息 我们可以预想进行 我们早点开始 早点揭冲 11月9日 我们的夫妻节 预想可以在一个 运动的夹缝里面 来展开 鼎姊妹来参加的每一个 都很感动 很感受到那份 夫妇之间的爱 是需要爱火重燃 因为家庭里面 是需要有温暖 我们很想将这份的爱 带给元朗的每一个居民 所以 我们的夫妻节 再不是一个 遗老取暖的一个 聚会 而是一个 夫妻节的报道会 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 清阳耶和华的名 19年的12月24日 我们带着鼎姊妹 在不同的点 去到不同的街头 去到天水围 去到元朗 不同的地区 有五六队 都去到不同的地区 来到去报街任 每队都有十几二十人 总共我们都有超过一百人 来到去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来到去举起救恩的杯 清阳我们的主 是哪来的力量呢 弟兄姊妹都会怕 会遇上 穿上黑色衣服的人 我们很希望 在一个 大家都觉得 感到没有平安的寺里面 是透过圣诞节 我们去报街音 传起信 将平安带到 每一个元朗天水围的角落 上帝祝福我们 这份的 祷告的信心 我们就踏出去 我们真的去接触到 这些街坊 后来这些街坊 都来到我们的当中 一起聚会 12月25号 我们举行报道会 有些弟兄姊妹 有些朋友 就是这样来到 为什么我们会在一个 这么大的 运动动荡的时间 我们要这样去做呢 因为我们要全阳神 我们坚定 我们相信 上帝 可以 祷告 当我们去到 泰北的时候 顶姊妹 有些是第一次 踏足泰北 这块的地方 清来 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一个 贩毒的 财祸 当中 每一家 每一户 都是从事贩卖 或者种植 嵩縮 制造海洛 无依的孩子 在这里 神就将其中一个 贩毒的头子 最后他走投无路 就去到福音戒毒 在那里遇上耶稣 他的生命 得到翻转 后来他回到 自己的村里 成为全道人 他的父亲 是一个 在村里面 是 敬拜 崇拜精灵的 一个村长 而村长 后来都顺处 并且洗礼 现在还在读神课 这条村 有很多 很多的居民 就是一家一户 这样顺处 崇拜精灵 不会带给人 有平安 只会带给人 有更多的恐惧 更多的歧视 因为会在 没有恐惧之下 会将我们 常人的 觉得的 祝福 变成就座 就好像 一个 举一个例子 就是 如果 在一条村里面 有人生 两包胎的话 双包胎 这一家 就是一家 抱不寻常的一家 会带就座 给这条村 所以 他们父母 就要行 洁净之礼 所谓洁净之礼 就是要将 小朋友 丢去村外面 那些 的生物 而父母 就要 不可以穿衣服 在外面的 山野里面 是度过 很多日 然后 他们都不死 中一条命 还可以 没有事 没有赶 才可以 给他们回一条村 但是他们都要 低下头 做人 所以 很不合理的 就是这些 这样的精灵 崇拜 这些 的情况 是制造了 更多苦难 在这村里面 但当我们 近距离 这样 去和他们 传福音 去接触 这些村民的时候 我们看到 基督的爱 神爱世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会觉得 是真的 因为神的爱 临到我们 但神爱世人 要临到一些 贩毒的头子 我们要去到 他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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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巢月里面 去和他们 宣扬基督 就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今天 我们有机会 因为这帮人 和这条村 所有的人 都已经悔改 我们去 是要见证 基督的大爱 我们去 是要 来到 是去 让我们的信心 是更加的坚定 我们只是 搭着孙教师的脚印 去前行 很多崎嶇的路 很多最艰苦的问题 他们已经 帮我们处理了 我们去 是 附临 这些 在儿童之家 在 平安之家 的这些孩子 向我们好好地 来到 去扎根成长 再继续带一些 在村里面 希望带一些 村里面的 妇女 和一些朋友 来传阅福音 去信住 起世家 面对第二个逆境 就是 他突然期来的重病 他病到 快要死 他又 先知 去到宣告王 你是会死的 你留下遗书 先知的宣告 是来自神的 来自神 他说 你是会死的 你留下遗书 给你的家人 你是不会再 活下去的了 起世家 起世家王 病到 连床都下不了 他不会下床 跪低 去祈祷 他只能够 转身 向着墙 来痛哭 并且 向神祷告 他这样 向神祈祷 他说 神啊 耶和华 求你 纪念 我在你面前 怎样 全完全的心 按 诚实行事 又 做你眼中 看为 善定 起世家 就痛哭了 在起世家 的心目中 神是一个 至善的神 他不会 扔低他 即使 他听到 神 本来就说 要收他的命 就回去 见他 但是 他仍然 很想活下去 他求神 给他 可以活下去 结果 神就 应允他的 祷告 他的病 不单止 康复 神还重新 给他 多15年的寿命 是不是 很奇妙 所以 希西家 在三至八节 难怪 他在三至八节 里面 就是说到 神是 拯救他 脱离死亡 的 骗的神 他 要来 神对他 有拯救之恩 然后 第三个 大点 就是说到 举起救恩的 他要 报恩 他要向上帝 还这个 报恩之情 我要举 他说 第九节 他说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 行活人之路 我恩信 所以 如此说 我受了 极大的 困苦 我曾在 急烂 我曾 急速地说 人 都是 说坊的 没错 在急烂的时候 我们 仍然要 有一个信心 就是 我们要在 神面前 行活人之路 诗篇 在二十七篇 里面 大卫 都曾经 说过 类似的 说话 他先早 我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 恩惠 就早已丧胆 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印象 如果当我们 面对一个困难 困境 大到我们 觉得自己会死 搞不定 太山压顶 但我们要记住 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 恩惠 就早已丧胆 所以他的后人 他的后裔 希西家王 他同样有 他的先祖 大卫 那份的信心 他经历了 他就说 我要在 我要在耶和华 面前 行活人之路 他曾经 觉得 是 很害怕 所以 他说 我曾受极大的痛苦 我急促地去说 人都是说慌 人是靠不住的 人 有机会 当面对 大家都在疫境的时候 大家都是 缩在一角的时候 大家都再没有 能力去照顾对方 因为我自己 都照顾不了自己 我怎样照顾你 我记得 元朗堂 去面对2020年的 第一次 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是过年 过年 然后过年之后 就回来 要聚会 是吧 我们听到 哇 这么严重 大家都要 找口罩的时候 我就问 我们的童工 我们 现在有多少口罩 他说 我说 过年之前放假 我叫我的童工 快点订口罩 可能要 很多口罩 他说 放心 我订了 其实实际上 我们的存货 是只有一盒口罩 全个教会 只有一盒口罩 如果 突然之后来 崇拜 以往 我们在SARS的时候 突然之后来 崇拜 如果他不够口罩 我们可以让他 自由 去拿口罩 来用 我们很希望 可以在春节 假期之后 教会 重拜 回来的时候 都可以 这样拿口罩 用 所以很紧张 叫童工 订多些口罩 避养 多些货 他就说 放心 我已经订了 但是 只是订了 过年之后 再打电话 给那间 的药房 那间 的公司 是没有人 听电话 不理我们 我们订的货 太少了 可能订的价钱 也太便宜了 当时是 抢口罩的时间 我们就 和弟兄姐妹说 发短信 和弟兄姐妹说 我们去 筹毛口罩 每人捐 一至两只口罩 有就捐 没有就 不要紧 是很自由 其实 那来的信心 当时全港 都没有口罩 但是我们说 去 筹杂口罩 好像是 稍微说 就是 人家没有饭 你还要问 拿米 对不对 但是 弟兄姐妹 很热心 我们收集了 有几百只 教罩 并且 弟兄姐妹 再主动 就说 需不需要 漂白水 需不需要 消毒液 那么 弟兄姐妹 又订了 那些 又拿来教会 总共 我们收了 很多 总共 有八百多份 最后 我们就去到 不同的屋苑 来派发 原来就是 透过 祷告 祷告 可以见到 神的工作 祷告 可以让人 可以 一起来到 同样一个艰难 但是有 不同的态度 可以有 不同的回应 去满足 上帝的心意 我们一起去高举 这个救恩的杯 究竟 什么 詩人 他说 我要拿什么 来报答 耶和华 所赐 给我的一切 后恩 神帝 给我们很多 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承受了 很多 希望我们 不是单单 感受到 神救我 我决志 那一刻 祂救我 是这个恩典 莫大的恩典 于是我们 可以 有永生的把握 除此以外 我再没有 其他感受到 上帝 给我的恩典 我希望我们 不是只停留到 一个决志 初信 去承受 上帝 生命的改造之恩 只是在这个地步 而是我们每一天 当我们 由信主到 现在 直到见主面 这条人生的路里面 我们不断 不断 经历神 因为其实 困难 天天都有 但当我们 天天都要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天天 将困难 达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见到 上帝 是这么真实 去解开 这些 你不能够 解开的结 松开这些 你不能够松开的压 我要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去清扬耶和华的名 为什么 他要举起救恩的杯 救恩的杯 又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感恩 和献祭的过程里面 它的关系是什么呢 原来以色列人 在献祭里面 在五个祭礼里面 其中一个祭 就叫做平安祭 而平安祭 又称为 一个叫做 感恩祭 或者是 借恩的祭 英文里面 叫Fellowship Offering 在这个 献祭里面 是着重 人和神 和人 人和神 和人和人之间 的一个 好像团契 一种分享 并且在 公众 大众的面前 百姓的面前 是将上帝的恩典 你所经历的事 是和人去述说的 不多不少 你请人吃饭 都会问你什么理由 就好像现在 有些朋友 他说我要请吃饭 我请吃饭 为什么 为什么不开心 要请吃饭 我升职了 为什么要升职 我祈祷 神听我的祈祷 老板终于欣赏到 我知道 我是一个 有能力 有实力的人 我终于可以升职了 这个就是一个 感恩的祭 请人吃饭 古代都是有 类似的 这种的习俗 还有被上帝所欣赏 因为一个懂得去 献感恩祭 或者是平安祭的人 是出于甘心乐意 上帝是没有逼人 来到去献感恩祭 和甘心乐意的平安祭 平安祭是有 一个感恩的意思 而这个感恩 是纯粹你向上帝 来到去献上感恩 是真的要甘心的 没有人勉强你的 当你祈祷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祈祷 求神帮你 上帝就帮了你了 另外一种祈祷就是 你祈祷神帮你 但是如果神帮我 我就一生奉献给你了 使用 或者我将我所有的钱 都奉献给你了 或者我给多少钱 去短孙 去建堂 中世上帝也有这些 你以为上帝会听哪种祈祷呢 上帝你帮我吧 你救我吧 救我吧 但是没有条件的 不要跟我神说 土价还价 如果你救我 我就会这样这样 你觉得神这样都会听的 会收货的 举手 不敢举 要条件的 原来 如果神你帮我 我就烧个猪给你 上帝是否要我们一只猪 上帝是否要我们一只鸡 现在我们来崇拜 不用带一只鸡 又不用带一只猪 那我献什么 我就奉献 付钱 上帝是否真的很恨钱 也不是 那上帝听什么的祈祷呢 当我们说 神啊你帮我吧 我搞不定 我好想 好想 好想 就是完成到这个任务 如果完成到 如果做到 如果好起来 我的病好回 神啊我愿意 什么都可以 就是口哄哄的 有些人 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都想不到 有什么可以给上帝 到时神问你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不给了 是吧 我都没有说过 我不知道什么 是不是真的 是这些 好了 那你说 对了 我就会奉献 我所有的钱给你 到上帝答应了之后 你是不是真的捨得 所有的钱 都给了他呢 我告诉你 就算了 到你洗到最后一天 剩下那些遗产 都不捨得给神的 有些人 明白吗 那你都带不走 都不会给神的 那当然给了这个子女 怎么会给神呢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 人在许愿的时候 都不还愿 这些是什么人 就是一些忘恩的人 但许愿 又是许愿 就是你自己许的 没有人逼你的 为什么你要许愿呢 我记得我也许过一个愿 就是我上次说过 我不见了个妹妹 当时我的利是钱 我全副身家 只有七十元 我就很豪华 跟我 跟神说 神明你帮我找回 我没什么要找回 我就把全部的身家 都给你了 当我数下数下 以前 在几十年前 几十元 都可能 挺多的 对于一个小妹妹 只有六年班的我 要将 所有的利是钱 奉献出来的时候 我说给我的家人听 我终于找到 我妹妹回来了 就告诉我姐姐听 我会这样做 我曾经这样去过 然后我姐姐说 哇 真的给了 哇 我就不舍得了 当时我给的时候 都有一点 少许不舍得 但是我觉得 我是说过的 我说过我就要做 虽然给完之后 我的利是钱 就是归零 零 并且家人 是不会给零用钱的 例如利是钱 零用钱 那七十元 可能要我捱一年 然后等到 第二年的过年 我才有利是钱 才有少少零用钱 买汽水 买饼 我将这七十元 奉献给教会 建堂 我觉得很合理 我既然 这样向上帝 去许愿 上帝有听 我就这样做 而这个习惯 就仅值了 在我的心里 在开堂之前 的前转 其实 我会向神 去祷告 我说 神啊 你其实 是不是要我 去直堂的 我都等了 很多年了 我等了 快要八年了 那 你是否真的 要我去直堂 是不是我不够诚意呢 如果是的话 你说我知道 那有一天 我就想一下 神大可能的话 我没有诚意 那我搬远一点 搬到最近 近着我要去直堂的地方 那样 那后来就搬去感上路 为了表达我对上帝的诚意 许愿要还愿 那我就搬去感上路 但是最后上帝告诉我 其实你不需要 我不是要你去 荃湾西直堂 我要你去元朗直堂 其实我加注天水位 其实已经很近了 现在我搬远了 但是上帝也很幽默 上帝真的为我们 开展了元朗堂 这个事奉 虽然有很多艰难 但是神就一一 这样去听祷告 你记得 唐庆那天 我们唱那首 《信能汉见》 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 在祷告里面 每一个字句 就是每一句 都是由祷告 才可以翻译成 这首诗歌 我在神里面 祷告了很多个曼上 每一个曼上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 都是祷告 因为我不是一个 全面的音乐人 我只是懂得唱歌 很记得 我有个老师跟我说 他说 你不要以为 你懂得唱歌 你就以为 你可以读音乐 你不要以为 你懂得唱歌 就是喜欢唱歌 你就可以用音乐 去侍奉神 真的得而且确 不是这样 是透过祷告 我才可以做到今天 我们可以上帝 为我 给我去做各样服事 机会 去把握这些机会 这样去侍奉他 无论是大警拜 无论是写诗歌 就是翻译诗歌 无论是大团契 大短孙 和站港台 这些事奉 都是透过祷告 才能够去成就 牵上感恩的祝 还原之意 这是我们对上帝 的爱 的回应 也是我们的义务 你 在你的人生里面 有没有一些的祷告 是上帝 是听了的呢 在元朗堂 在这四年里面 所经历的 所有的突破 或者我们要走出去人群 里面 去传阳福音 去派口罩 去派饭 去写徽春 等等 这些的 都是神 来到去听祈祷 以至我们去 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接触的 每一个的 街坊 他们的生命 是有机会得到喘化 上帝的命是得到高举 你有没有想过 可以给上帝 如何去用呢 没有啊 我没有想过 我是很普通人而已 我普通一个市民 我没有想过 如何给上帝的用 我就有很多的困难 我需要上帝帮我 不要紧 这个就是你的起步 你的生命 就是这样 跟上帝接触 我很相信 你给上帝的爱 爱得足够的时候 你就会有勇气 走出去 去传阳福音 举起救恩的杯 清阳 耶和华革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是这样爱我们 是无条件 你不是 你听我们的祈祷 不是因为我们 是有带着条件的祷告 还是是无带着条件的祷告 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因为我们真心 来到你面前 去呼求你 去承认我们自己 不能够帮自己 我们解决不了你的困难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需要你 主 求你 听我们 在你面前 的呼求 祈祷奉耶稣名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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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